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是世良 教宗方及格在珍福比约九世教宗 宣布圣若瑟为普世教会主宝 150周年纪念之际 发表了父亲的心肠宗作穆罕 教宗指出 圣若瑟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人 他临在于日常生活中 少言寡语且不露面 但他却担任了旧恩史上独一无二的主角 促使教宗方及格发表穆罕的 最紧迫原因之一是圣若瑟本身非常接近我们的经验 教宗特别强调 在今天的疫情大流行时期 圣若瑟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为各地的平民都在耐性生活 即给别人带来希望 教宗表示 这些平民常常被人们忽视 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报纸和杂志的头条新闻 但是这些日子肯定正在塑造 我们历史上的决定性世界 这些人就是医生 护士 店员和超级市场的工人 清洁人员 护理人员 运输人员 为提供基本服务和公共安全而工作的人士 志愿者 神父 修会人士等等 父亲的心肠宗宗墨函 分别以 挚爱的父亲 温柔慈爱的父亲 顺从的父亲 热情的父亲 富有创造力的父亲 工作中的父亲 阴影中的父亲等标题 论述了大圣若瑟的经历 教宗方基克指出 150年前真福笔约九世教宗 授予圣若瑟普世教会主宝的称号 这是在一个严重而悲惨的情况之下触动的 当时教会受到人的敌对威胁 穆罕强调 圣若瑟有创造力的勇气 这个勇气尤其在困境中经常出现 使人产生料想不到的应对能力 穆罕涵继续写道 他必定是教会的守护者 必是教会母爱和基托奥体的守护者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爱教会和穷人 可敬者比约十二世教宗称圣若瑟为劳工主宝 教宗在穆罕中写道 若瑟为抚养他的家庭而劳作 他以此教导我们 使用由自己劳动而得来的面包的价值 尊严和喜乐 教宗写道 需要懂得赋予尊严的劳动的意义 工作参与救恩工程 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了得以实现的机会 因此众人必须重新发现工作的价值 重要性和必要性 不要让任何一个青年 任何一个人和一个家庭 没有工作 教宗也提到 若瑟是顺从天主的父亲 以他的愿你的旨意成行 保护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生命 教导圣子成行天父的旨意 若瑟蒙天主的招教 为耶稣的使命服务 与救世的伟大奥基合作 真正成为救恩的使徒 同时若瑟是款待的父亲 因为他毫无先决条件的接纳玛利亚 这个举动如今仍然很重要 他信赖天主 接纳在自己的生活中 甚至不理解的事件 放下理智 内心平安的接纳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此外 若瑟不寻求洁净 而是正视现实的情况 亲自承担起责任 他的款待 邀请我们不加以排斥地接纳他人 接纳的就是他们固有的样子 而且偏爱弱小者 因此 圣若望保禄二世称他为 熟世主的监护人 在公布父亲的心肠宗宗墓函的同时 也附带宣布教宗清定 大圣若瑟年 从2020年的12月8号到2021年的12月8号 以及全大社的法令 其中包括有关班次特别大社的恩典的说明 这项恩典特别在传统上纪念圣若瑟的占礼 如3月19号和5月1号施雨 以及在目前卫生紧急状况的背景之下 施雨病患和年长者 教宗方基哥还建议信友们 多向圣若瑟祈祷 常常梦想这封穆寒 最后教宗劝勉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圣若瑟身上 发现一个未被察觉的人 在遇到麻烦时 每天 谨慎和隐蔽的存在 为他们提供带导 支持和指导 就像是圣若瑟提醒我们 那些隐蔽或身处暗处的人 也可以扮演在救赎的历史上 无与伦比的作用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再见 听教宗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